那雪兰娥黑风洞有一名女子自称是警官 不但怒吼民众还当众羞辱警街比自己低的警员 态度十分嚣张 她骂人的视频也在网络上疯传 雪兰娥总经长那都胡申今天证实 接到了两宗投报 并且已经传照有关女子问话 那胡申发文告指出 这名女子昨天在一家十四 自称是警官 她不满市主在邻居家吵吵闹闹 而怒骂市主和周边的人 还动言要逮捕市主 不但如此 当其他的警员介入调停的时候 这名女子嘲弄警员的警街 只有一巡舞掌 未接不如自解 但是女子拒绝出示警员证来证明身份 文告指出 市主和警员已经报案 警方除了援引刑事法典506 刑事恐吓条文调查此案 也会从1955年威刑罪案法令 第十四耻辱行为条文来调查它 妨碍公务员执行任务 还出言侮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